纪录片《自由中国》近期在台湾各大专院校巡回播映 纪录片真实描述法轮功学员在中国受到的迫害震撼许多观众 日前在桃园践行科技大学的应候座谈会上 举多同学看完纪录片后都表示 对中共的印象完全改观 也希望更多人了解法轮功真相 纪录片《自由中国》有勇气相信 揭露法轮功学员在中共劳教所的真实遭遇 及中共活摘人体器官的残忍行径 我是觉得还蛮可怕的 就是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 一般听说他们在黑市干脉的蛮高单价的 到看完影片之后才了解到 原来他们光心亮丽的外表背后 还是其实还蛮惨不忍道的 看到那影片才觉得 其实他们暗地里其实是做一些见不得人的事情 由新唐人电视台参与制作的纪录片《自由中国》 在国际间荣获七项大奖 影片中的两位主人翁背后代表着 更多在中国的法轮功学员和其他良心犯的遭遇 这些同学希望让更多人知道正在中国发生的事 可以的话替他们发生 比如说看到的话可能就是 像那个Facebook可以po文吗 应该要有更多像 就是新唐人这样子的媒体人 就是去帮他们发生 然后把这些真相就是挖掘出来 一个多小时的影片 唤起青年学子心中的正义之声 新唐人也在电视 胡书辖料署美 台湾桃园采访报道